HELLO 大家好,我是CASE 我們今天來玩一個新的手機遊戲 這個是避海偏年史 這遊戲玩什麼呢? 進去再給你看看 但現在這裡可以先選角色 選角色那一部分已經覺得蠻漂亮的 有海軍、冒險家 你看到避海偏年史 這次大家的主題真的控制著一艘船來玩 冒險家,還有一個僱傭兵 我自己有升,我現在是用海軍 這個僱傭兵是新聖放蕩不羈的唯獨 忠情冒險 聽聞世界盡頭的傳說之後 深深著埋,藉著亨利王子的力量 前往這個世界盡頭一睹海洋之神的風采 其實這三艘船 其實它裡面的整個遊戲 你都可以再請到其他船員 都可以控制其他船 最一開始你當這個主角 其實它有分三類型的人 一類就是這個沽龍兵 就是這個近戰的船 冒險家就是這個 這個是控制和耐久力的船 特點是控制削弱 另外海軍那個就是遠攻的船 我選海軍 主力是因為都是女生 女生角色 進一進去 進來這裡 大家看到了 其實它有很多不同的城鎮 再加上我現在可以出海 去不同的海域 我當我去隔離這個 立即出航 然後就是做運箱 還有運輸 去賺錢 然後可以打海賊 或者是找遺跡 那些不同的東西 這裡給大家看看 你看到其實不同城鎮 它裡面的畫 都是有那裡的特色不同的 詳細可以再告訴大家 這些是交易所 其實如果大家以前有玩過大藥河海時 其實是很類似的一個遊戲 這個交易 這個買賣 可以在一個城鎮買貨之後 去第二個城鎮賣 你看到賺到一差 有300% 直接買完之後再買一些貨進來 但是這個區域被我買過的貨 所以不算太多貨可以入貨 再升一升上去 因為其實它除了要買貨賺錢之外 其實它還要有市政廳 你要在每一個港口投資 那你可以買到貨賣到貨的東西 又再不同一點 不如順著我主戰任務做多一點 讓大家了解多一點這遊戲 我現在做到這個星級一等男爵 有一個魔瓶試練 跟大家打一打給大家看看 因為其實它還有一個海戰的戰鬥系統 看到這個海戰的戰鬥系統 前面的航道已經封鎖了 是海賊 牛手的旗幟是維京人 我們這次要打這個維京人 去見識一下浪直的維京人 其實就是控制自己的 你看到這個有轉盤 再加上有些... 這些船都要小心 不要走過去 轉鬼走 而且有不同的技能 去攻擊對面的船 我這個應該不會輸的 打轉線 圍著它們不斷打 你看到同隊的船 都是自己的船員 或是隊友 待會再介紹給大家看 誒 戰鬥系統大概就是這樣 我現在這艘船比較漂亮 告訴大家 因為現在這艘船 我選這一艘 另外還有一些... 巷殺排長雙船 或者一些特擊帆船 武裝帆船 這些船其實就是 我自己有什麼夥伴的時候 帶有些夥伴出戰 不同的夥伴 它有不同的屬性 你看到在... 在它的名字旁邊 左手邊 這個好像是望遠鏡一樣的東西 這個好像火炮一樣的東西 就是剛才一出面的時候 有三個讓你選擇的 它們都有不同的屬性 你可以自己配上自己的隊 然後再配上不同的船 給它們駕駛 我們晉升這個一等藍鳥 咦 還要打過去 那就再打過去 直接去 人家那艘船 怎麼好像... 特別型的 為什麼人家那艘 我畢竟這艘都... 你看到其實越高級的船 應該是越大 我不知道 我在街上看到人家 有些高級的人 船外大很多 我現在這艘都還可以 你看到我的小桌帶的船 就比較小 但是人家那艘... 你看到大成匯 都不要緊 我力量取勝 其實它自己 你看到剛才有些劇情發生 因為其實你一直玩的時候 它有一個主戰的情分 類似就是要出海 然後找同伴 然後另外就是 怎樣去見到其他海賊 再打它 還有一些... 這裡的工會系統 它叫海賊團 這樣你要... 哎呀呀呀 這樣你要... 救不走自己 海賊團 這樣可以再組團 還有一些BOSS 有些關卡可以再打 待會再介紹給你們 現在我們最主力 先升了這個階級 其實整個遊戲 你看到裡面的角色 全部都是日文配音 再加上... 音樂和畫面 都是不錯的 可以升級著櫃 進升 你看到那些畫 是不錯的 多帥 這個是亨利王子 現在提升我的著位 提升著位有什麼用呢 其實它可以... 可以做船廠 那些東西 或者這些建造支架 就是會多了些東西 可以起到出來 然後之後就... 就是越高階 你又可以越起得多東西 其實我現在繼續升級22 因為其實23、24、25 它都有些不同的 副本或者活動可以玩到 我們再升一升 現在要去馬達加斯加 現在好像在北海那邊 很遠 它有些糧食的計算 如果你一次航行得太遠 它沒有補給是不行的 所以就... 我們就... 慢慢過去了 其實在海上面 不是說就這樣走 就是這樣 其實它有些事情會觸發了 看看會不會觸發到 再介紹一下給大家看看 我記得這裡有個船窩 好像可以瞬間轉移到非洲那邊 給錢 沒有飛去給我 喂! 我去北海的 再進去 OK 回來 我會飛去南邊 欸!可以了 飛了大西洋 OK 因為其實這個船窩 會隨機去你不同的地方 現在它會有機會說 很多迷夢 要去望遠鏡 完成了事件之後 它又會有些東西送給你 有時候可能會是冒險加筆記 這些是用來升人物的經驗值 那些 再不是的話 其實有時候它會有些... 說要捉魚 或者是有些礁石在附近路 不同的東西 因為其實呢 除了會發現不同的海港之後 它還有一些地方 是會有一些遺跡的東西 你可以去探索它 有些物品 我待會看看 會不會去探索一些遺跡給大家 去到另外一個地方之後 大家記得 大家如果有玩的 一定要去交易所 或者先去市政廳 去到市政廳 去到市政廳 投資的市政廳 可以買的產品又多了 那就去交易所 做個交易 現在你看到右邊是200多%利潤的 這些又買了一些 在同一個城市買 當然是100%利潤 我們就要帶去第二個城市 再買那些貨 我記得有一次 是買賣的時候 買到一些好的東西 其實它有時候會說 某些海港原來 可能在戰爭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去一些 有得買刀刀劍劍 買盾牌的國家 你進了貨之後 去那些地方買 這樣它的利潤就會賺得最多 我記得有一次 它的%升了一千多 然後一次賺了十幾萬 然後它的名字是說 富可敵國 這些就自己再慢慢去留意一下 這裡大家看到嗎 現在是海箱 我們是運貨 我們可以把模式 變成海盜模式 接著呢 可以試一下 但會被人打的 大家小心 接著可以試一下 去掠奪人 去打人 但不知道要不要打 先試一下 我都很緊張 那我打呢 人家20級 追著它來打 成功 身為一個海賊 雖然我們幫政府做事 都說要搶一下東西 因為會有錢有經 不錯吧 不錯 看到嗎 這裡有時候會看到 看到一個酒桶 先撿起它 在海上面會有些不同的事件會發生 大家可以自己再去 慢慢在海上探索一下 成為這個海上的霸主 看看有沒有哪些人低級的 可以讓我掠奪一下 這裡了 我們找到一個遺跡了 不知道是什麼遺跡 先進去看看 試一下遺跡給大家看看 雖然我不夠吃 但這個遺跡解鎖條件 要莫桑比克投資到3級 索法拉投資到2級 我們先去這兩個地方 好了 發現新的遺跡 需要發掘遺跡才可以 解讀這個遺跡的相關資料 我們先發掘一下 松哥沙馬拉 位於松哥島北部的松哥馬拉 建於14世紀末 曾經是繁華的商貿中心 控制著原印度學洋地區的大部分貿易活動 至今還原好的保存著5座清真寺 以及多處用矮戶長圍起來的民居 發掘進度0% 我們現在按一下發掘 在遺跡遇見無名的禽獸 晚禽荒樂而堂 其實在遺跡要去研究它 它還會有問答題 你要答得對 然後才可以加到 看看 是凡是商人們主要在這裡交易 哪一樣東西呢 讓我自己用我的常識去想想 絲綢馬拉珍珠 茶葉 錯了 答錯了是不要緊的 是會繼續讓你回答的 絲綢吧 喂 好厲害 四個答三 四下 答最後那下才對 珍珠 OK 好了 答對了 就可以了 可以拿到一些東西 雖然會浪費多一點錢 如果不停答錯的話 就會 可以繼續去探索它 探索到某一個級別之後 會再... 有些不同的事件會觸發 現在可能發現了一些東西 遇到這個盜寶 海賊團 現在要去打這個盜寶首領 去到某個百分比之後 就要再夠高級別 我現在還未夠高級別 可以探索到他們是100% 我們不如參加一下活動 加入海賊團 達到20級別 可以了 我們試試這個 打團戰 我們馬上來試試 夠打吧 這次這個活動 這個就是阿邦會戰 你當的 積分排名 你看到 這個就是 你當 每天 其實有段時間 你當可以打工會戰的時間 只有15分鐘 大家看看 消滅所有海賊 根據貢獻 合力擊敗海賊 完成積分之後 目標領取海賊團的禮包 我們要有7000積分 但為什麼我團沒有人打 只有我一個人打 積極點好 團員們 其實除了剛才玩的活動 這個海賊討伐 就是打海賊之下 其實還有一些什麼 講求爭奪 海賊團戰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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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星期 你看到海賊團戰爭 這些 在週六 這些 就是跟其他海賊團打 這些 現在我時間不太適合 但我也未夠等級 因為我20多等級 25等級 可以打 星期六 8點 8點 20 8點 50 活動獎品 剛才看到的 就是有些 加在船上 加一些能力 另外這些 這些就是要入了公會 海賊團之後 才可以參加到的活動 另外有些個人的活動 好啦 今天跟大家試玩了這個 避海偏年史 如果喜歡在海上面 戰爭的 海上男兒 大家可以試一試這個遊戲 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在下面下載遊戲 好 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